在日本男女朋友这是很平常的事 谁能想到 山姬和女人只见了两面 就已经坦诚相待 抛在一个池子里洗澡 如果不是到了台湾 她还未必会有这样的艳遇 几个月前 山姬和陈浩南闹饭 只身跑到台湾投奔表哥 出道一乡 他身无分文 唯一能依仗 就是临走之前 浩南送的那块劳力士 山姬用劳力士换了五万块台币 为了给自己长脸 又买了一块假的劳力士戴在手上 还没等他欣赏完 表哥就找到了他 兄弟俩好久没见 免不了叙旧 山姬也不忘吹嘘自己 说他在香港同了老大巴比 很是勇猛 但晚 表哥就带着山姬来到夜总会 为他接风洗尘 在这里 山姬认识了一个女孩 女孩听山姬是香港口音 说自己对香港男人 一直都没有好印象 因为他们很多人 没钱外装大管 曾经就有一个客人 说要送给他一只劳力士 可买表的时候 需要他去付一半的钱 更离谱的是 那只表还是个假表 山姬尴尬的捂住手表 女孩说的美句话 都好像是在说他自己 他赶紧跑进厕所 把假表扔掉 可等他回到席面上时 却发现女孩已经不见了 表哥赶紧叫来老板娘寻爱 这才知道 女孩被隔壁住 一个姓张的老板叫走了 这话一出 表哥当场不赖影 拉着山姬叫去给他找回面子 可到了才发现 这个人是台湾有名的黑社会老大 于是立马换了个态度 山姬想冲上去动手 也被他拉住 山姬在香港哪受过这种气 可他人在台湾 没钱没事 也只能听表哥的话 咽下这口气 不过在不久之后 他就会让这个张老板付出代价 隔天 表哥带着山姬去见他的老板 老板姓雷 是台湾最大社团三联邦的帮主 听说山姬在香港是红星帮的人 便好奇他为什么会来投奔自己 表哥便把他在澳门的事 一无一事告诉了雷公 雷公很欣赏山姬 当场收了他做自己的小弟 从这之后 山姬便跟着雷公做事 可日子久了他才发现 表哥根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他只是雷公的司机 以后要想出人头地 只能靠他自己 而台湾的黑帮跟香港也不一样 这里的老大选择从政洗白 雷公就想去竞选委员 山姬不明白这么做的目的 只能继续观望 等待时机 某天 他跟着雷公一起扫墨 在这里 山姬遇见了一个漂亮的女人 问过表哥才知道 女人叫丁瑶 是雷公的女朋友 不过因为雷公年纪大了 所以两人现在也只是有一层表面关系 山姬一听就来了精神 等到扫完墨以后 雷公叫山姬送丁瑶回家 刚好给了山姬一个接近丁瑶的机会 在丁瑶面前 山姬把他的撩妹技能开到最大 可丁瑶却不为所动 他叫山姬陪自己去一个地方 这可把山姬高兴坏了 还以为自己已经成功了 但到了地方才知道 丁瑶只是带着他去赌场赌钱 不过 他的运气似乎不太好 连赌了三把全都是输的 山姬看不过去 主动提出替他赌一次 果然像他说的一样 这一把是山姬赢了 也是因为这一把赌局 丁瑶开始注意到了山姬 山姬觊于雷公女人这件事 很快被表哥注意到 这天 他趁雷公去开会的功夫提醒山姬 别做得太过火让老板发现 但山姬不以为意 话还没说完 雷公就捂着脑袋走了出来 原来刚才在会议上 他被同样参加竞选的张老板打了一顿 而这个张老板 正是山姬在叶总会见过的那一位 雷公一边骂一边发誓 谁要是能把张老板干掉 就让他做一个堂的堂主 这句话被山姬记载了心里 他意识到 自己出人头地的机会来了 当天下午 山姬就查到 张老板晚上要在酒店举办庆功一 于是他拿着枪 单枪匹马闯进酒店 一推开门 就接连开了几枪 送张老板领了盒饭 趁保镖们赶来之前 他赶紧跳窗逃跑 但没跑几步 保镖们就追了上来 山姬见状只能拔出短刀对地 和他们打在一起 接连放到几人以后 一个美女骑车赶了过来 这个救他的人正是丁瑶 他把山姬带到一处温泉 说是对伤口有好处 下一秒 丁瑶也走进了温泉里 山姬头回见到这么大胆的女人 不好意思地憋过头 丁瑶听完笑笑不说话 孤男寡女 气氛慢慢升温 第二天早上 山姬被丁瑶叫醒 说是雷公过来看他了 一见面雷公就把山姬夸了一顿 他已经知道 是山姬干掉了张老板 这时 山姬终于敢把一直藏在心底的问题说了出来 他问雷公为什么已经当了社团老大 却还要去选立法委员 你听过叶湖的点 半夜三星 想要小便的时候呢 就很需要叶湖 搞政治的人呢 对黑兽的看法也是一样 一旦天下太平了 他觉得这个叶湖是又臭又脏 特别的把他一脚给踹开 我不能再当这个叶湖 所以我自己出来从中 要由被动转为主动 解释完以后 雷公提起山姬和丁瑶 没想到对这件事 雷公道挺豁达 他说自己早就不行了 有山姬照顾丁瑶 他也放心一些 接着他履行自己的承诺 把三连帮众的天堂 全都交给山姬打的 恰好这时 山姬得知浩南被人陷害 他马上带人赶回香港 帮浩南解决掉了亮坤 同时还借了一大笔钱给浩南 帮他开了一间酒吧 开夜典礼那天 包皮也带了一个好消息 包皮把新收的小弟叫到跟前 没想到 这个小弟竟然和死去的潮皮 长得一模一样 这一刻 仿佛曾经的好兄弟又回到身边 再过几天 就是红星开大会的日子 从浩南解决掉亮坤以后 蒋先生就有一张浩南 来做铜锣湾的扛把子 不过他们还是得按照流程办事 先让大家提名 最后再投票定下人选 这时 有一位华世人提议 让大飞来坐这个位置 谢谢信哥的提名 此时 另一位华世人提名了浩南 他为红星做出的贡献 大家是有目共睹 可却引来了大飞的不满 这个位置 谁做都行 就是狗大队不行 一听这话 浩南当场就不乐意了 见双方就快打起来 蒋先生便提议 把铜锣湾里的场子 平均分给两个人 一个月的时间里 谁做的比较出色 就让谁来做扛巴子 接到任务以后 大飞立马去场子里巡视 谁知道刚走进来 就看场子冷冷清清 连个人影都看不见 问了店人才知道 所有的陪酒女都一起跳槽 去了陈浩南的场子 于是他马上打电话 找到浩南 上来就是一顿臭骂 但其实 浩南压根不知道这回事 这些陪酒女都是 大天二的牛KK挖来的 却无意间让浩南 和大飞之间的关系 越来越长 里边 山姬接到了雷公的传唤 他刚好来香港办事 想让山姬帮忙 约蒋先生出来见面 山姬一边答应 一边和旁边的丁瑶眉来眼去 却不知道自己已经 掉进了雷公社下的圈套中 很快 蒋先生和雷公 就在山姬的牵线下顺理见面 两人先是客套了一番 接着便说起了正事 雷公想入过 红星帮在澳门的赌场 和蒋先生五五分掌 这几乎吞掉了 红星一半的资产 蒋先生当然不可能答应 但雷公却是一副 势在必得的样子 他派出一大堆手下 想威胁蒋先生就范 山姬想劝劝雷公 却被直接和退 面对这个情况 蒋先生丝毫不慌 虽然最后没出什么事 但今晚的事 让山姬在红星那里失了心 他问雷公为什么要这样做 却被对方骂了一顿 为了维护红星 山姬主动退出了三联邦 而浩南那边也并不太平 晚上 他和小街巴开车回家 路上小街巴不停地暗示浩南 说想和他结婚 却被浩南不耐烦地应付了过去 见浩南是这个态度 小街巴十分委屈 浩南见状停下车子 跑到另一边哄他 我给你看一样东西 怎么了 结婚戒指早就买好了 放在车里 找到就结婚 找不到就不结了 你好讨厌哦 不结婚就哭 快找吧 找不到就不结了 说完 浩南便去旁边的超市买烟 而小街巴自留在车里找戒指 可当他找到以后 身后一辆卡车狠狠撞了过来 直接掀犯了汽车 浩南发现一样 赶紧抱着小街巴就跑去医院 经过医生的抢救 小街巴渡过了危险期 但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 坏事一件接着一件 在小街巴抢救的时候 有一伙人闯进了浩南的场子 还大张气鼓地说 他们偷了十万块 可实际他们却拿走了四十万 包皮赶紧把这件事告诉浩南 浩南意识到 这一定是有人想陷害自己 恰好此时 大飞跑到医院来找茬 说完 他就去找浩南李顿 质问他为什么要抢自己店里的陪酒女 但浩南沉浸在小街巴出车祸的悲伤里 根本没有心思离他 大飞见状更是变本加厉 带着小低在医院里闹个没完 这时 牧师从人群后走了出来 眼看双方就要动起手来 幸亏蒋先生手下的阿药及时赶到 拦住了他们 从医院出来以后 大天二带着KK在街上闲逛 突然 旁边的车上冲过来一伙人 把大天二揍了一顿 还绑走了KK 原来这都是大飞派人做的 他打电话威胁大天二 除非把浩南的账本偷出来 否则KK小命难保 但其实 大飞只是吓唬一下大天二 因为KK其实是他的亲妹妹 但大天二为了救KK 还是决定背叛浩南 去房间里偷账本交给大飞 可大飞看过账本以后 发现浩南虽然穷 却没黑过红星帮一分钱 根本抓不到把柄 也只能做吧 丢钱丢账本的事 很快传到了蒋先生耳朵 现在小街巴住院急需用钱 帮里有人怀疑 那些匪徒只抢了十万 剩下的三十万是被浩南吞掉了 好在蒋先生相信浩南的为人 没有过多追究 还主动替他扛下了一半 大天二觉得自己对不住浩南 于是趁四下没人的时候 他不顾开开阻拦 主动找到浩南认错 我兄弟做的我信得过 他是做错事不是做坏事 起来 站好 我替你扛 这段时间 浩南除了忙着帮派事务 大部分的时间都在陪小街巴 这天 山姬也来到病房探望 他想向浩南道歉 话还没出口就被浩南打了 兄弟俩一起去喝了一杯 误会就此解开 却没想到丁瑶竟然在这时找了过来 他说自己为了给山姬说好话 挨了雷公的打 好在最后还是水服成功了 雷公想见见浩南和山姬 有了上次的经历 浩南和山姬都有些犹豫 可最后还是选择相信丁瑶 跟着他一起去了雷公的家 浩南和山姬在客厅等了很久 始终没有见到雷公 于是他们打算主动去找雷公 可进了书房才发现 雷公已经死了 此时 丁瑶在屋外开手呼救 说浩南和山姬杀了雷公 浩南意识到他们中计了 在保镖赶来以前劫持了丁瑶 带着山姬从楼顶跳下 顺利逃出了雷府 这件事以后 台湾三联邦和红星结了仇 雷公死了 三联邦便由丁瑶暂时接手 他上位的第一件事 就是干掉雷公曾经的亲信 接着利用美人计 引诱大飞到三联邦来帮自己 之后的日子里 他派出各路杀手 刺杀红星的各个化石人 想把红星就此吞掉 为了应付三联邦 红星召开紧急大会 和各个化石人商议解决拜访 这时 山姬主动站了出来 所以澳门那件事情 我一定会给你个交代 浩南也主动请应 愿意帮山姬解决这件事 希望大家给我们两个星期 搞定这件事 再过几天 便是三联邦管辖的赌场开业的日子 作为丁瑶上位后开板的第一个场子 他对这次开业典礼十分重视 不允许出现一点差错 浩南当然不能让丁瑶如愿 他带人来到赌场闹市 还故意带来一只献给雷公的花圈 嘲讽丁瑶 大飞见状 冲上去和浩南打在一起 现场顿时乱成一片 在来关里的客人中 有一名来自保安司的长官 他开枪打断了这场闹剧 同时警告丁瑶 马上停止赌场营业 把和黑道之间的关系 向警署解释清楚 不过丁瑶还是有些手段 他花了一大笔钱埋通了警署 拿回了赌场的营业权 可他刚走出警署 浩南便带着兄弟们走了过来 今天三联帮跟红星 就在这做不了断 哪有你跟我 丁瑶不想跟他们废话 仗着自己人多 叫人围住了浩南几人 可他却失策了 随着一声哨响 从四面八方的街口 冲出来一大批红星的人 把三联帮的人彻底包围 直到这时 丁瑶还在嘴硬 最重要的是 现在枪口对的是你 你真该看清楚 枪口对的是谁 原来 大飞是红星派去的卧底 从头到尾都和浩南是一伙的 他虽然浪荡 却一直为红星帮着想 在他看过浩南的账本以后 就知道浩南是个值得信任的人 之后所有的矛盾 都是作戏给三联帮看 大飞把丁瑶杀害雷公的事情 说了出来 直到这时 三联帮的人才意识到自己上当 他们想把丁瑶带回帮派 执行家法 这时 山姬走了出来 跟丁瑶告别 山姬不忍心让丁瑶回台湾 被帮派折翁 所以决定给他一个了断 事情到此也告一段了 而大飞也主动让位 同意让浩南担任铜锣湾扛把子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这是古惑仔系列电影中的第二部 古惑仔二志猛龙过江 这部更多是围绕山姬来讲故事 而且可能因为牵扯到两个帮派的事 人物和线索都比较杂 有很多事都没有解释清楚 不过比起这一部 第三部之手折天更精彩一些 如果感兴趣的话 我会继续讲讲下一部的故事 好 这就是本期视频 感谢您的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